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任何不良嗜好 被乡里相亲亲切地称为千条哥 尽管家庭并不富裕 他却会在小女儿二压考满分的时候给予奖励 也舍得花钱送大女儿小美参加夏令营 和小美从夏令营归来的时候 整个人都有些不对劲 千条哥没来得及询问 便被一通电话叫到省城去维修网线 他哪里知道就在几天前的罪恶之夜 被吓了蒙汗药的小美惨遭禽兽玷污 留下心里阴影的女孩不敢将此事告诉父母 可四月二号的下午 那头畜生居然再次找上门来 从小黄车上下来的男人掏出手机坏笑道 还记得我吗 我是阿伟啊 几天不见我又缠你的身子了 要是不想这段视频再网上流传 晚上十点你家仓库碰头 看见视频的那一刻小美崩溃了 无助的女孩只能向母亲金姐坦白一切 可惜金姐也有点太天真 她历生威胁前来赴月的阿伟 快把手机叫出来 这番威胁对一个禽兽丝毫不及作用 反而助长了阿伟的歹念 给你可以啊 除非你也跟我那个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母亲遭受欺辱 小美再也坐不住了 她抄起了四十米长的锄头 本想将阿伟的手机击碎 却不偏不已 砸中了男人的脑门 阿伟当即是倒地不起 邓小美将手机砸得稀碎 金姐再去试探男孩的呼吸 顿时惊叫道 阿伟死了 巧的是 他们家紧挨着马家屯公墓 母女二人趁着月黑风高 顺手抛了个坟 将阿伟的尸体埋进了棺材里 他们以为自己神不知 鬼不觉 其实这一切都被站在窗台的二丫 看在眼里 与此同时 在省城出差的前条哥 观看完泰拳比赛 正要给家里通信 可电话那头一直无人接听 前条哥越想越担心 连忙坐夜班车 赶回马家屯 刚回到家 前条哥瞅见满脸泪痕的妻子 就意识到大事不妙 等弄清事情的前因后果 男人瞬间陷入了沉思 报警 绝对不行 前条哥深知镇上警察的作风 更何况死的是警察局局长的儿子 那怎么办呢 望着草草掩埋的痕迹 前条哥的脑海中闪过了无数经典电影的桥段 他想出了完美的托身计划 接下来 前条哥拿着阿伟的手机 开着那辆小黄车一路向北 随后 他删掉了手机里的视频 抹去了指纹 将其丢进了路边的大货车里 最后 他驱车又赶往了杨家镇 冒着被牧羊人发现的危险 照着看不见的客人里的套路 将车辆沉入大明湖 前条哥以为自己的行动是天衣无缝 其实早在他出门之时 就有个警察觉察出了异样 这个名叫丧彪的男人 是马甲腿有名的恶警 平日里吃喝白嫖 老实心善的前条哥 有次实在看不下去 搅黄了丧彪的好事 丧彪因此是怀恨在心 也见前条哥坐进了小黄车 丧彪眉头一皱 这穷鬼哪里来的钱买车呀 这里头肯定有鬼 亲条哥的确心中有鬼 他处理完遗物后 家义宽慰妻女 咱们全家好久没出去玩了 我们也去看那种两个人参与的 很刺激的运动 打泰拳好不好 他们搭乘搭巴前往省城 下午两点再抵达酒店 他们在餐厅吃了奶油蛋糕 然后看了场电影 到了夜晚四个人逛完了夜市 看完了全赛才心神不宁地回到家 到这时 前条哥才向妻子叮嘱道 从现在开始 买所有的东西都要留下票据 咱们家的账也重新做一遍 越仔细越好 警察迟早会找上门来的 前条哥将家里的大小事都安排脱当 自己却险些遭遇意外 这一日 他正在给新警局装修网线 出门不巧撞上了嗓镖 激烈的肢体冲突下 丧彪当场拔枪 幸亏马所长及时制止 前条哥才逃过一劫 只是可怜路边的畜生成了替罪羊 经历这么一出 丧彪是怨气难消 发誓要弄死前条哥 很快这个机会出现了 阿伟整整两个礼拜没有回家 电话也无人接听 当妈的梅姨心再大 也意识到不对劲 这熊孩子到底跑哪里去了 难道被隔离了 手下调查后立刻向梅姨汇报 手机定位显示 阿伟从马家屯一路北上 信号在400公里外的住家店消失了 最后一通电话是4月2号下午 打给同学阿杰 可瞎姐最近出国了联系不上 也就在同一时间 杨家镇的村民发现了沉入水底的小黄车 梅姨赶到现场只看了一眼 直觉告诉他 阿伟可能出事了 警察去局长家的儿子下落不明 当爹的强叔还在搞竞选 如此劲爆的新闻 很快传遍了马家屯 看到寻人骑士上 小黄车的那一刻 丧彪顿时两眼放光 这不正是那天 千条哥开的车吗 这回他死定了 丧彪立刻将这事上报 可马所长并没有当真 他知道丧彪和千条哥有过节 这家伙肯定是死期报复 然而没过多久 一个惊人的发现 挑动了马所长的心头疑虑 阿伟和千条哥家的小美 在同一个下令营带过 顺着这条线索 马所长立刻找到了学校问话 面对咄咄逼人的丧彪 小美回答得滴水不漏 我们只在夏令营上见过一面 她很出名的经常拿手机 偷拍女生 还被女同学教训过 从那以后我们就没有见过了 二号那天我根本不在家 我们全家去省城玩了 事实上为了应对警察的盘问 千条哥早已让家人统一了口径 即便是丧彪当场指认 他也丝毫不慌 大家都知道我得罪过他 所以我说什么 他都会说我撒谎的 要不就是有人看错了 我们二号去餐厅 晚上全赛太雪星 三号看电影 最后回家静一静 你看所有的发票都在这儿 千条哥把细节交代得一清二楚 丧彪却越发怀疑 这年头大家都用扫码付款 你还留着现金发票 绝对是故意的 眼看马所长已经被千条哥说服 不肯罢休的彪表 直接去找了梅姨 梅姨也是身经百战 他有句名言说的好 仔细研究过一千个案子 你就会发现 这世界上压根就没有什么离奇的案子 所以和千条哥四目相对的瞬间 梅姨心里边有了答案 阿伟的失踪一定和这个男人有关 想到这儿 梅姨当即下令把他们全家都抓起来 分开审问 奇料千条哥全家的证词 整整齐齐 即便是年纪最小的二鸭 都是对答如流 我们全家二号去餐厅 晚上全赛太血腥 三号看电影 最后回家静一静 得 不信邪的梅姨 把没用的手下骂了个狗血淋头 给我去找证人 调监控 我就不信 查不出破绽 然而千条哥熟识的老李 大巴车司机餐厅老板 商场小贩 每个人都斩钉截铁的表示 我记得他们全家二号去餐厅 晚上全赛太血腥 三号看电影 最后回家静一静 不对呀 都过了这么久了 这波人的口供怎么还如此压韵 而且视频监控也佐证了他们的说法 夜市旅馆商场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 全管外ATM机的监控更是清晰的记录着 二号晚上千条哥取钱的全过程 人证物证齐全 反倒加深了梅姨的怀疑 听说千条哥相当聪明 看来我必须重新认识一下他了 把他所有的资料都掉来 翻阅资料的梅姨发现 千条哥四年级辍学后 就跟着师父接网线 吃斋念佛 不抽烟 不喝酒 不烫头 唯一的爱好就是看小霞说电影 等等 电影美临光乍现 查看他一年来的观影记录 这部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千条哥这一年来竟然看过838部电影 其中大部分都是小霞解说过的 狩猎 奇宗罪 蒙太奇 白夜行 嫌疑人X的现身 电光石火间 每一时毛色顿开 千条哥没有撒谎 他的确带了家人去了省城 但是他偷换了时间 实际上 4月2号 只有千条哥进了省城 住了酒店 独自取钱 看了全赛 3号下午退房的时候 其实他们刚刚赶到省城 为了给服务生留下印象 故意制造争吵 毁掉酒店监控后 他们在电影院和商场 留下身影 到了晚上他们去看全赛 千条哥借口取钱离开 是为了混淆时间 制造他们全家2号都在省城的假象 在那之后 他制造了各种偶遇和相关人谈起2号3号的经历 哎 还记得我们吗 我们全家2号去餐厅 晚上全赛太雪星 3号看电影 最后回家 静一静 所有的目击证人都在不知不觉中被洗脑 说出了信以为真的伪证 然而就在这时 阿伟的同学阿杰找到了 从男孩嘴里得知了阿伟的禽兽行径 眉遗崩溃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溺爱 会让儿子犯下了如此罪行 可是到如今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身为母亲 眉遗不得不孤注一掷 他还哪管什么规矩啊 当场下令将千条哥全家抓到了警察局 给我打 打到他们交代为止 公报私仇 这么好的机会 丧彪哪能错过呀 揪住千条哥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金姐和小美也没能幸免 看到这样的场面 年幼的二压绷不住了 别打了 别打了 我带你们去 墓地 同一时间 媒体得到了消息 一群谋私 暴力执法的负面新闻 迅速传播开来 倾盆大雨下 无数双眼睛盯着棺材口 看着散发着恶臭的布袋被抬出来 可映入眼帘的却是 小杨 萧恩的尸体 千条哥一家是无辜的 这些警察太过分了 机院已久的民愤如火山爆发 祖坟被袍的居民们 一拥而上 把丧彪打得如同丧家之犬 媒体也将这期丑闻大肆报道 在多方压力下 强叔宣布退出竞选 梅宜也无限期停职 豪华别墅被愤怒的民众烧毁 骚乱随即蔓延到了整个城市 此刻 千条哥的内心动摇了 他早知道梅宜不会善罢甘休 所以提前安排人 举报强叔寻死亡法 也早早地用小羊替换了阿伟的尸体 却唯独没有料到 民风淳朴的马甲腿 会因为他而变得动荡不堪 满脸憔悴的强叔和梅姨 恳请他告知真相 千条哥沉默良久 开口道 他伤害我女儿的时候 我没有机会阻止 但我必须阻止我的家人 因为他而再次受到伤害 说真的 我一直深怀歉意 包括阿伟 千条哥说这话是有原因的 偷梁换柱的那个晚上 他看见棺材板上的纸痕和血污 就知道了残忍的现实 金姐埋尸的时候 阿伟并没有死 他是被活活闷死在棺材里的 在将真相告知梅以后 千条哥选择了自首 独自担下了杀人的罪名 警方在新警局的地下 找到了阿伟的尸体 事情的最后 金姐和小美相继自首 这起轰动全国的案件 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没过多久 马甲腿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看完翻拍的《武杀》 肯定有人会说 这结局怎么和原版《武杀瞒天际》不一样啊 但就像影片开头千条哥自己说的那样 一定要逃出去才是好结局嘛 在电影开头的那段虚构的故事 千条哥直接引用了 萧生克的旧熟中的台词 这些想很有趣 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 慢慢的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 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 这就叫体质化 也正是因为抱着这样的态度 所以当看到因它而起的暴乱 导致社会秩序失控 作为根源的千条哥必须选择自首 只有这样才能阻止暴乱 重建制度 武杀恰恰通过这样的结局 体现了人性的复杂 主角的救赎 而且这个结局不是凭空而来 前面早就有铺垫 千条哥是个孤儿 父母死于暴乱 他老实善良 对于阿伟的死 也的确内疚于心 他是虔诚的信徒 在毁尸灭迹后 却被僧人一眼看穿了心中的恶念 而当看见二鸭土改分数骗局奖励时 千条哥终于明白 自己的满天计 已经在无形中教坏了孩子 作为父亲 他必须一身作则 纠正说谎给孩子带来的负面效应 另外原版 《雾沙满天际》英文名叫Vidual 视觉 本篇的英文名很长 Ship without a shepherd 直一过来就是 没有牧羊人的羊 乍一听 会觉得奇怪 可当你回顾全篇 会发现羊的形象贯穿适中 从一开始的布局 到千条哥陈车 以及后来的剃罪羊 羊全程见证了这场 《雾沙满天际》 直至影片的最后 当千条哥决定自首 那只洁白喜人的小羊再次出现 就象征着千条哥内心的愧疚得以释放 圣经中曾记载 先知米盖亚说 我看见以色列众民站在山上 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 这句话又被译为乌合之众 在全力被滥用的马甲腿 追求平安无事的居民 将来是敢怒不敢言 千条哥又何尝不是其中一员 只有当自身利益被侵犯 冲突和不平等被放上台面 原本沉默的高羊 才会借着重怒奋起反抗 但当事情过去 民众又会恢复温顺的本性 正如同牧羊人接受采访时说的那句话 羊如果有足够的草吃 是不会在乎有谁薅他们的羊毛的 在影片的最后 当老李被问到千条哥是否是好人的时候 他欲言又止 降起了杀人回忆的最后一幕 给人的感觉是五味杂陈 欲说还休 此外 值得一提的是 与印度版《勿杀满天记》相比 谭卓和陈冲的演技 无疑是惊艳的 当中金杰咬牙切齿说出那句 相信不少人为之动容 从唐探到五杂 萧阳的演技也是可圈可点 越来越有河北宋康浩的感觉 说句题外话 千条哥这样的乐片无数 经历生死的人设 倒是很符合侦探排行榜第一的Q的身份 五杂想要告诉我们 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生活中也总有正义到达不了的地方 但并不能因此而毁掉善良和对正义的追求 当然本篇深深地教育了我们 看电影不仅能够消遣娱乐 还能改变命运 那么没空看完一千部电影的 不用慌 关注小霞说电影 片子我们来看 道理全告诉你